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RN与LM频道 今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说到李香琴的无血缘的弟弟李柱佳好倒成性 欠下巨款300万那么夸张 最终逼李香琴公开宣布和他断绝两人的子弟关系 割清关系,免得惹麻烦上身 今集我们就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艺事业 根据2013年2月22日晚上 在亚洲电视《岁月流星》这个频道重播 一个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里面 李香琴说到他和关德兴在新加坡演出粤剧 后来关德兴先回到香港拍摄电影 李香琴当时请求关德兴为他介绍 希望关德兴推荐他入行拍电影 后来关德兴为李香琴 叫李香琴回香港拍摄银幕处女作《黄飞鸿大闹花灯》 这套剧是1956年拍摄银幕 在这套剧里面 李香琴就饰演了一个仕匹叫《谷香》 当时的片酬是300元 自此之后由1956年开始 李香琴就开始参与电影拍摄工作 总共前前后后拍摄超过100部电影 李香琴以演反派角色见称 尤其是奸妃、后母帝、后底衫、情婦等 他就怕得再为突出 他和余丽珍这个东宫娘娘既可怜又忠诚的角色 刚刚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大家形象分庭抗礼 一个是非常中的东宫娘娘 一个是非常奸的西宫娘娘 其后就不单止了 他还演过很多奸险的角色 因此后来行内人都称呼他做西宫琴 这个外号 就是说他演西宫演得非常出色 李香琴第一部演反派角色是哪部 就是《烟阳光遗恒》 这部戏是1960年 此外 李香琴比较著名的作品 包括有《汉母帝》《蒙惠惠夫人》 是1959年 街市皇后是1964年,和999离奇三兇手 在1964年,李香琴和其他八个二帮花旦的姊妹 包括任兵仪、朱日雄、金影年、英麗梨梁素琴、许卿卿、黎坤年和譚善雄 結義金蘭,號稱九大姐 而李香琴因為最大年紀,所以她是大家姐 那九大姐曾經合之創立了一個鄉城影業公司 拍攝了一部創業作 這部創業作的名字叫做鄉城九鳳 是由她們九個金蘭姐妹擔綱演出的 踏入1970年代,隨著粵語片慢慢的沒落 李香琴也開展她長達數十年的電視生涯 即是母月語片拍了,就開始拍電視劇 首先她加入了麗的影星 麗的影星就是麗的電視的前身 在1972年,她轉投無線電視 入了無線電視後,她加入了歡樂今宵 成為台柱之一 歡樂今宵成為全球最長壽的電視 是綜藝節目之一 除了參加歡樂今宵的演出之外 她也參演了多部電視劇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親情》 《網中人》 在電視劇中,李香琴就轉了戲路 不再演奸角 一改戲路就改演慈母角色 也是深受好評,演得相當好 時間到1974年,李香琴就和譚炳文 合作開了一間歡樂影片公司 李香琴,李香琴首次以主角的身份 演出電影,拍了一套喜劇 叫做《大香李》 然後在1976年 又獨資自組一個李氏電影公司 出品過著名喜劇《李是得的》 然後去到1989年,李香琴移民到澳洲 但與此同時,她的競爭對手 《亞洲電視》已經逆手給鄭玉彤 總經理梁周梁淑儀早有計劃 對《TVB》進行大滑角 當中有很多不罰歡樂今宵台署 包括沈殿霞、曾智偉、盧海鵬、譚炳文等等 都在林伯恩邀請之下 在1990年轉頭去亞市 並且後來曾經參演過電視劇《還看今朝》 和《聖者為王》等電視劇集的演出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李香琴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暫時休息一下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恩與阿鈴頻道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 《李香琴的演藝人生》 拜拜